都想國家養15萬人增烤公職 擠爆 景氣差 年輕人不是找不到工作 就是怕被裁員 大家都想當公務員 搶吃國家的大鍋飯 今年高補考 報名人數從5年前的9萬多人 激增到15萬人 入取率恐從去年2.89% 下修到1.98% 公職載民更窄 然而一旦金榜提名 高考月薪起條約4萬6 補考約3萬6 與民間企業 如餐飲業 服務業等 平均2萬元起薪 或最高的金融業 2萬8來比 高出許多 難怪坊間考公職補習班 越開越夯 投入考試的考生人數也越來越多 請問你為什麼要來考公職 工作比較穩定 開箱就比較忙 一般企業來講的話 就是不穩定 相對薪資也算比較好 最主要就是一個工作的穩定性 以未來的個人生涯規劃 因為現在經濟不僅一氣的話 那你可能到中年之後 你會免贏到失業為止 台大副教授欣秉榮指出 日本 新加坡是挑最優秀的人才 進政府服務 台灣卻是找不到好工作 才想去當公務員 政大教授殷乃平也認為 高普考落榜考生 連赴一年重考 期間無法對經濟做出貢獻 更需好社會資源 政大教授周行一提醒 國家經濟活動 主要靠私部門發展 政府去讓創業環境好轉 讓有意承擔風險的人有舞台發展 東新聞 台北報導 東新聞 台北報導 東新聞 台北報導 中文字幕——YK